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周晚上八点播出的旅球员时间 我是旅球员 那么今天是我们要谈的法律时间 那么我们就这礼拜 发生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新闻 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讨论 那么同时也跟各位分享说 就法律的观点上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判断 那么事实上来说 在这礼拜有一个比较有趣跟 应该说对当事来说不有趣 但是旁人来看可能很有趣的新闻 有关于在新竹 那么新竹有一个女性跟先生 在七年前结婚 那么七年前结婚的时候 她在过了一两年 就在先生的皮夹里面 发现有汽车旅馆的发票 那么当时没有讲 那没有讲 后来两个人因为个性不合 那经常吵架 女生就在三年前就搬出去了 那搬出去的时候 她现在才提到 就是说先生到了汽车旅馆 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她就要求说要离婚 那先生呢 她就反控说自己的太太 其实先搬走 还有跟其他的男生 有交往暧昧的情况 那当然一审法院审理之后 认为 认为就是太太是有错的 不准双方离婚 那太太当然不服气 就上诉二审 高等法院又在审理一遍之后 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到底有没有 就是谁先搬走 为什么搬走这件事 倒在其次 主要她认为说 就这件事情来讲 妻子跟其他的男生 同床共眠暧昧等等 她认为妻子就婚姻 发生破绽的可责性比较高 所以不准离婚 就这个部分 其实就旁人来看 就是一个有趣的新闻 但这里面有一些 很重要的观念 可能要跟我们 听众朋友做一些分享 第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 如果离婚的话 我们过去曾经有简单提到过 一对夫妻走到这边来 其实在目前台湾的离婚率 算是高的 五对大概就有一对左右 没办法白头鞋 那剩下四对 到底有几对是真的很爱对方 还是因为有其他特殊的原因 比如说为了孩子 为了财产 所以没办法离婚 这个倒是不可考 但是如果我们就这个新闻来看 第一个可能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到底什么情况之下 当两个人谈不拢的时候 会走到法院去 肃请离婚 在法律上 其实现在的条件 已经越来越宽松 但是仍然有它的基本底线 所谓越来越宽松就是 目前 其实有不同的 法学的这个 不管是实务人物 或是就是实务上的法官 或者是律师 乃至于学者 对于离婚这件事情 认为条件其实应该越宽松越好 特别是什么呢 特别是所谓的有责性 有责性 有就是有没有的有 责任的责 那有责性的意思就是说 对啦 我知道你们两个有破绽 婚姻已经走不下去了 可是 到底谁应该负的责任比较大 好 这件事情 意思是什么 除非两个人责任都差不多 或是提告的人责任比较小 被告的人责任比较多 否则的话 法院不会准离婚 意思是 如果 告别人的人 本身他责任就很大 他是造成这个婚姻破绽的主因 他去提告的时候 原则上 法官不会准 举个例子 我以前听说过 就有人打电话来就跟我讲说 律师我要离婚 为什么你要离婚 他说我要离婚 因为 我跟我太太个性不合 他说 个性不合好好谈 看要不要做婚姻谘 他说律师也不用讲那么多 我现在是想问你 如果外遇的话会比较快 那当然你听到这句话 你就觉得很讶异 为什么外遇比较快 他说 外遇比较快的原因是 这样我们婚姻就有破绽了 我们就可以离婚了 这个讲法当然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婚姻 就算因为外遇有破绽 引起这个外遇的人 他本身就不能提告 他只能等着被告 所以我们在法律上 所谓的 有责性的判断 会决定 这个婚姻 在法院里面判 谁该离不该离的胜败 关键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有责性这个东西 是从有民法以来 到现在我们看婚姻 的一个重要关键 那这个婚姻判决的重要关键 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一点之外 其实 我们认真讲 这一点他现在已经越来越放松了 但是在 今年的11月 也就是两个月后 我们的宪法法院 即将针对 这个所谓的有责性 是否违宪 这个部分来辩论 也就是说 其实不同的人 当然大部分是男生 离不成婚就非常的沮丧 他觉得说 就算我有外遇 为什么我们两个不合 还硬要碰在一起呢 婚姻生活走不下去 你们法律 硬把一对不合的人 碰在一起 这样是好的吗 即使法律这样规定 难道就没有违反 宪法里面的人身自由吗 好 这件事情呢 宪法法院准备要辩论 如果辩论的结果认为 其实这个有责性不重要 那未来 其实要离婚 就会非常非常的容易 那当然相反 如果大法官们坚持 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坚持 其实有责性 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话 那当然就会延伸出 类似今天我们讲的这样的判决 其实你去看这个判决 它的重点大概是这样子的 简单来说 太太主动离家 这一点 它就会是一个大缺点 好 第二个 太太跟其他男生交往 这又是第二个大缺点 简单来说 在太太有这两个大缺点的时候 要来告先生离婚 不是很容易 那当然 这个女生 太太的律师 一定会主张说 不是啊 先生本身也有问题啊 不是有一张汽车旅馆的发票吗 可惜这件事情根本不重要 在男生的答辩里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我去汽车旅馆 有啊 我有去啊 我去干嘛 我那天工作很累了 一个人去按摩 这样不行吗 一个人去按摩 当然找人来按摩啦 那各位当然你想说 不会吧 你按摩搞不好还做别的事情啊 谁知道啊 重点就在谁知道啊 这四个字 在法院里面开庭 讲话是要负责任的 负什么责任 举证责任 当我们主张说 他做了这件事 我就要提出相对应的证据 但是女方在这个地方上面 看到的东西是这样的 女方他提出一张 先生有去汽车旅馆的发票 这个是一个客观证据 能够证明他去 但是却没有办法往下证明 证明什么呢 往下证明说 你们两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有 就是发生什么问题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只去汽车旅馆 跟这样的过错 跟太太自己本身有两个过错 比较起来 那法官就会做一个利益的衡量 去判断说 到底两边的过失是相等 还是原则上太太的过失 还是大于先生 那很显然的一二省的法官都认为 太太的过失大于先生 所以不准请求离婚 那但在这件事情上面 各位要注意的 绝对不会是外遇这件事 因为外遇这件事 其实认真讲 就是到底有没有发生 谁对谁错不好说 可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事情 是这样的 我们目前法院 对于所谓的主动离家出走的 那个伴侣 不会给好脸色看 什么意思呢 原则上夫妻要履行同居义务 那我在以前节目里面也谈过 所谓的同居义务 不是指发生性关系 是指住在一起 所以夫妻之间有住在一起的义务 如果有一方 故意不住在一起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会变成不履行同居义务 那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第一 会符合法律上所谓的 遗弃对方在继续状态下 第一个 第二个 他会构成夫妻两个 不履行同居义务的过错方 在离开的那个人身上 那这时候离开的那个人 要肃勤离婚就不容易了 除非什么 除非离开的这个人 可以举证他为什么要离开 比方说 我离开是因为我先生家暴 我离开是因为我先生外遇 那这时候就会比较 能够让裁判 就是让这个法官可以接受 反之的话 可能还是没那么容易的 那当然很多人就讲说 哎哟 夫妻走到这个地步了 干嘛不干脆就真的离婚呢 有必要 两个人不合了 都已经完蛋了 还要这样勾勾地吗 可是我跟各位讲 其实就台湾目前的 这个社会结构里面 有些时候伴侣不离婚 不甘心当然是一个点 可是那个点 还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在婚姻关系的 目前的社会结构里面 有些其实在性别 不平等的状况之下 如果没有讨论到过失 就直接认定 反正夫妻只要不合 就可以离婚 有可能会在 所谓的性别平权 还没有大概变成一个 普遍的趋势的时候 一些问题 例如说 这个先生经济能力很强 但脱产脱光了 然后就要跟太太离婚 太太什么都拿不到 那这时候可能会 延伸出来其他的问题 所以未来 11月份大法官要 针对这个部分 有没有违宪去做讨论 那或许这位先生 上诉三审会有机会 只要大法官 在这个地方上面认定 不需要可规则性 不过在现行可规则性 还存在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想离婚的人 可以想一想 你要好聚好散 是你的好聚好散 还是大家的好聚好散 如果只是自己的好聚好散 那可规则性这一点 就要特别注意了 好时间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到九八星文台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那我们今天讨论一些 法律问题 我们在上半场 大概做了一个简单的 关于离婚的可规则性说明 那这个离婚可规则性说明 如果简单来说就是 真的走不下去的时候 要想想 自己在这个婚姻里面 有没有重大把柄 是不太适当的 如果有的话 告离婚是不会过的 因为我们法院会看 所谓的可规则性 谁比较高 当然刚刚也提到了 宪法法院在11月中 会针对可规则性 去做审查 认为说有没有必要 到底这个规定 是不是合宪还是违宪 那如果认为是违宪的话 以后可规则性不存在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上面 就会比较 以后离婚 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 那当然啊 就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要考量的东西很多 就像是 其实陆陆续续 临心有一些判决 我们以前讲到 那个侵害配偶权啊 就是 如果在婚姻里面 有一方外遇 有一方跟别人交往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在过去的实物见解 都认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就要求对方赔钱啊 要求外面的第三者要赔钱啊 但是零零欣欣哦 在这几年 陆续都有地方法院 当然目前没有高等法院 做出这样的判断 陆陆续续有一些地方法院 像前一阵子 澎湖也来了一个法官 也认定说 夫妻之间啊 其实如果外遇 那没有外遇的那一方 是不能跟对方请求赔偿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法官他否定 法条上没有明写啦 但他直接就否定 他说他不认为夫妻之间 有所谓进入婚姻之后 对方外遇的配偶权存在 他不认为有配偶权 配偶之间 没有那个权力去要求对方 对你忠贞啊 就是不跟人家交往啦 那这个当然是因应在 我们前面讲过说 通奸除罪化的这个大法官 会议解释里面 才延伸出来的 但是这个部分 其实司法实务界 还不认为这个是通缩 我们其实在这个 这个目前的看法里面 还是会认为说 如果在婚姻内外遇 是要付出损害赔偿代价的 这个就提醒听众朋友注意 那这个其他部分都只是个案 我跟各位讲 我很多时候都会去建议 有争端的时候 尽量不要让 不了解你们的第三人 也就是法官来做判断 坦白讲 让法官来做判断 或是让律师带领你去 法院里面打官司 这个叫做下下之策 通常是已经没得做了 就是讲也讲不听 沟通也沟通不来 拿他也没办法 对方必不见面 最后面才去采取这个行动 为什么 各位要知道 像我们现在 之前我有跟听众朋友讲 我们现在很多人资 人力资源管理 他在应征员工的时候 会到司法院的判决系统 去查询这个人的名字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就输入这个人的名字 然后如果这个人的名字是 菜市场名 比如说叫什么淑芬 或者是什么俊杰 这种当然就比较不好查 如果他名字有比较特别的情况 各位到那个判决系统查 是查得出来的 查得出来什么 所有的判决 通通都会丢到上面去 所以各位你想 假设我们离婚 然后是因为外遇 是因为家暴离婚 结果这个东西上了判决系统 每个人只要输入我们的名字 就在上面发现说 这个人原来他曾经离婚过 他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他外遇 好 这时候主管在考量这个人事任用案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疑虑或想法 那包含说欠钱 银行去告这个人 或是说有什么交通违规 车祸 通通在那个判决系统上面 只要输入名字就一览无疑了 所以其实像刚刚那个离婚的状况 如果两个人能谈 说真的尽量谈一谈 因为今天去 今天去做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来讲 打到最后面 来新闻记者就给你报道 我跟各位讲 你们在报纸上面看到的那些 所谓的什么人妻偷人 什么先生外遇 什么 我跟你讲那些东西判决书 其实都是记者 他在法院里面 因为每个报社电视台 他们都有跟派驻在法院的司法记者 他们会去翻呢 那当有所谓的起诉书 不起诉书 判决书 他们看到觉得有趣就会写出来 很多时候他们的速度都还比律师快 律师还没收到判决 他们已经先翻到了 然后第二天新闻就上 然后党省就很生气 打到来骂律师说 律师你为什么把我东西公布 律师也无辜说 不是我啊 我今天才收到啊 昨天的报纸就出来啊 还写的 煞有尬事的样子说 哎呀 这个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 事实上来说 目前如果我们去看说 你要怎么样能够解决争端 最好的情况还是两个人能谈就谈 那当然不能谈你走法院的时候 就要有心理准备 两个人的所有事情都会出现在法院的判决书里面 而且呢 只要查询就可以查询得到 离婚的判决哦 他只是在审理的时候是秘密的 就是不公开审理啦 但是呢 判决之后 其实他所有的全文是公开的 那这对于所谓想要了解这个人的一些 所谓司法上的工房 或者是这整件事情来讲 其实都有很大的作用 就是很大的作用 当然其实 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目前我们在离婚的判决上面 还是采取有规则性的判断 那很多人会认为 没有规则性 其实也可以不妨适用 为什么 因为婚姻走到一个地步 你很难去讲对错嘛 对不对 夫妻在一起二十年 这当中恩恩怨怨 是非对错这么多 那怎么能够挑出一件两件 就说两个人怎么样 更何况很多时候 其实是不爱了 哪有什么对错 那为什么一个制度 要把两个不爱的人绑在一起 这是很多认为说 可规则性可以废除的重要原因 那像有些西方国家 他甚至是分居满半年 其实他们就可以开始进行 所谓的离婚的前置作业 那最后面就算有一方不愿意 法官也会这样判 可是你回过头去想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跟社会结构 会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台湾的性别平权意识 能够越来越好 那来谈这个事情会比较有意义 也就是说 姑且不论所谓的可规则性这件事情 到底他在婚姻的离不离之间 有没有多少重要性 重点还是在于哪里 决定要离的那一方 他所想的心态是什么 他是想夫妻之间所有努力的过程 都一笔抹煞 那被离的那个 是不是心理想的 我被抛弃了 我被甩了 我一无所有了 那住在都会区的各位 我们比较很难想象 像有些非都会区的伴侣 或者是结婚对象 他们怎么样 我跟各位坦白讲 他们很多还是公公婆婆 全家人住在一起 然后这个媳妇的角色 其实是相当弱势的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把可规则性拿掉了 对于这些比较弱势的人来说 他可能就面临什么 他前面没选好 过程没过好 结局就不好 就会变这样 也就是说 今天反正先生怎么都没关系 他的重点是哪里 他的重点是 反正我就是一定可以离婚 你没有筹码跟我谈 那在没有筹码跟对方谈的时候 那么如果性别平权的这个观念 没有办法大幅度 做一些调整跟改善 只会让什么 只会让非都会区以外 比较没有谋生能力 或者比较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躲开那种 传统观念束缚的女生们 在上面这很吃亏 所以要这个讨论可规则性的前提 可能要注意到这一块 那未来大法官会做什么解释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但可预见的这未来会是一个 很值得关注的议题 那么两个月后 如果有什么新的发展 我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 好那时间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而回来 我们开始来接call in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那么法律问题 我们待会继续聊 欢迎回到 98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接听 我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那么待会如果要call 要提早一点 要不然待会后来挤的话 我可能回答会比较慢一点 那我现在先回答第一个 第一个是传真进来的 现在还有传真真是厉害 来 他想要问抚养费的问题 因为他的前夫 表示他付不起抚养费用 后来呢 他去申请了强制执行 那他想知道 强制执行整个过程 或者是执行会执行到什么 那这个部分其实 首先大家要知道 什么叫做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他其实有很多种情况 比较常见的就是 欠钱还钱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但常见的就欠钱还钱 例如说 某一个人 欠了债权人一百万 那这个债权人呢 就去法院提告 提告后胜诉 那判决就会判说 债务人应 偿还债权人一百万 加年利率百分之五 这样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债权人就可以拿着这个判决 去对债务人去做强制执行 好 这个是基本概念嘛 那简单来讲 强制执行来说 就会去扣他的财产嘛 那你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提到说 基本上 他前夫不付抚养费 然后他去提告 也赢了 那赢了以后呢 这个胜诉 他想要去执行对方财产怎么办 好 我先跟各位讲一个观念 过去啊 我们直接 其实薪水大概会扣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那这个扣三分之一的话 基本上来说就是 我赚三万块 我薪水三万块 我就会被扣一万 然后扣到还钱为止 这是过去的概念 但现在呢 比较不一样了 这个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会考量到 债务人他可能要抚养亲属 好 那么修法以后呢 这个债务人的每个月的薪水 就必须要保留 这个地区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的 1.2倍 好 所以什么意思呢 好 假设 我住在新北市 我的最低生活水准是 一万四千块 好 一万四千块 那我一万四千块就要乘以1.2倍 要保留这个薪水 而不是直接扣三分之一 如果我的薪水就两万七的话 那他最多最多就是扣九千块 两万七减到九千 差不多就等于这个1.2倍的数字 这没有问题 但 有一个状况来了 他要提出 债务人抚养亲属的人数 跟比例 来进行调整 好 所以这个债务人 倘若他还有养小孩 那债务人还有养小孩的时候 各位就想想 这个 他一个单亲妈妈 他还有养孩子 还要养自己 他一个月赚两万八 那你要强制执行他九千多块 会不会让小孩子跟这个人 根本就没办法生活下去 有啊 有可能啊 所以就薪资的部分 不要去想什么全扣 那不可能的事情 他一定是扣 刚刚所提到的 基本的 我们是可以扣三分之一 但是要考量到刚刚讲的 最低薪资的1.2倍 还有他的抚养人数 还有他的抚养比例 来进行做调整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薪资的问题 并不是全部 那有一个东西比较特别 是年终奖金 年终奖金这部分 就不会考量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还有一个像 我们是低收入户 我们如果是中低收入户 我们有一些社会福利补助 这个也不能扣 这个部分只要能够 举证是社会福利补助 基本上来讲 我们也不会让债权人来扣这个钱 那零零种种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要平衡 欠钱还钱天经地义 跟躲在这两件事情的一个平衡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不可能为了讨债 去逼死一个人 那当年我们要借给他 或是当年发生的这些事情 事实上来说 可能两边都有很多的恩怨 但是无论如何 我总要留着这个人来还钱 不可能完全的把他的钱全部都扣光 这是第一个 我们在考量到债务人的时候的一些法律规定 那当然有些人会讲 有些时候债务人比债权的人还强势多了 对不对 要跟他讨债 可能都要很多功夫呢 那但这个部分 法律目前就是这样规定的 好 第二个要考量的是银行账户 那通常是这样 银行在收到法院公文以后 就会先去扣押这个欠钱的人的存款 用这个来 这个支付欠款 那么 重点来了 大家不要以为 法院会一直帮你扣 或者银行会一直帮你扣 不会 他只扣到 比如说我们申请强制执行这个时间点 我是9月10号去申请执行的 法院就是把9月10号以前的款项 通通都把它扣掉 那今天是9月16号嘛 所以9月16号如果有人又汇了一笔钱进来 这时候银行会不会扣押 不会哦 所以基本上来说 银行他不会主动去扣押新的这笔钱的时候 要怎么办 本人其实还是可以去领取嘛 所以如果这个债务人 他原来的账户的金额就很低 根本就没办法还清的话 那债权人就要一次一次一次的去做假执行 一去就做强制执行 那没有办法一次就到位了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这是两种钱嘛 薪水跟他的银行账户 那如果强制执行的时候 因为法院一般都会叫你 就是去申请他的税务所的闸门资料 法院会让你去判断说 哪些你要去执行 好 执行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执行到汽机车 汽机车 那汽机车呢 这个比较难啊 为什么 通常你要扣车 你不可能就去 这个交通 监理单位 直接把这个名字转过来这样就好 不是 你要去扣车 那么 这种扣车的话 原则上来说 难度其实相当高 因为 如果这个人把车子就停在某个地方 他根本就不开出来了 各位啊 台北市的室内停车场那么多 我们怎么去找 根本找不到嘛 所以 路上的车一直在跑 我们做强制执行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况且会有一个问题 那台车 他会折旧 所以 除非是 高级车 近年份的车 否则 当我们要去对这个车子 做强制执行的时候 又难找 又这个 不好处理 就会折旧 那 会建议说 原则上 不要太执着于去扣对方的汽机车 不太容易扣到 好 再来 那不动产呢 不动产就比较容易了 不动产原则上来说 不管是房子还在盖 或者违章建筑 其实都可以去扣押 那 债务人就不能够买卖跟过户 那这个部分是这样的 一直到 法院拍掉房子点交之前 债务人都还是可以住在里面 那当然这个东西 就有时候会延伸很多纠纷 像我们就 这个听过 也遇过了 债务人就在里面就不走 然后非得要动用警察 公权力把他带出来 台南有一个凶宅 也是类似 那个为什么凶宅 就是债务人最后面在里面 可能就选择结束 自己的一些生命 那么 他在里面呢 就直接还写说 非我家人入住者会怎样 这样就诅咒人家 这个其实真的不太好了 那这一间后来变成凶宅 就很难卖 非常难卖 但是呢 就是就强制止情的规矩来讲 确实哦 如果在还没有点交之前 屋主还是可以继续住 那再来是股票 股票 原则上来讲 如果是上市上柜比较简单 是可以直接申请扣押 那卖掉之后来还钱 如果说是已经发行 但没有上市上柜 那股票的话 是由这个债务人保管的话 我们可以请这个 法院 就是说 查到 这个 这些股票 直接进行查封拍卖 那甚至说我们请这个 原来的公司 那么就这个部分 可以发新的股份下来 这个股票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 保单来 保单就是保单价值准备金 可以去查封了 就是说债务人的保险金 如果是像比较多的 常见是人寿保险 商产保险 这一类型 大概我们不能同意扣押 但年金 储蓄险 满期满额的钱 解约金 保单价值准备金 都可以强制执行 这部分倒没有问题 那原则上不是以受益人 跟被保险人 是以妖保人为准 所以如果 妖保人是那个债务人的话 有查到相关的保险资料 一样都可以做查封 这部分就是强制执行的标的 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 好 那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接听call in 电话是 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98新闻台旅修远时间 我是旅修远 那么今天大家都比较害羞 都没有打电话进来 还是 还在消化中秋节的月饼 是吧 来 没有打电话进来 但是一样 都是私讯进来 另外一个私讯 是在问这个问题 各位听听看 他说他今天出门的时候 发现机车被人家移动 那么导致车壳有明显损伤 刮到见底了 应该是只能够换壳 那他现在已经报警了 还没有调阅监控 因为那个监控的店家 就是他可能有一个监控摄影机在拍 就是常常室外不是有那种摄影机吗 他说还没调到 那他是这样问 他说如果可以找到造势者 要怎么跟对方谈赔偿条件 会比较好 因为他认为 如果对方愿意负责任 态度良好就没问题 那就怕遇到耍赖不认的 或是想要随便赔几百块了事 那因为他不太会谈判 所以为了拿到合理的赔偿 不晓得我有什么建议 这是这样 我们先搞清楚发生什么事 这个事情其实在台北市常常发生 新北市也是 因为机车特别多 那坦白讲 移机车 有两种把机车立起来的方法 一种是呢 就是直接把车子拉起来 那一种是让车子斜斜的这样靠 那车子直接这样拉起来 其实是比较稳的 斜斜的靠 其实比较不稳 那在台北市 或新北市 因为机车位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特别是在台北车站 台北车那附近真的是 汽车不用讲啦 当然一位难求 机车也是 所以呢 很多人会有些比较坏心的 这个这位听众 其实真的也是不太运气不好 有些更坏心的是 直接把你移出停车格外 然后呢 不小心弄倒了 也就算了 还被开单 那这个听众朋友看来 他是没有被开单 但车子被弄倒 这种情形在法律上 我们其实就是叫做 民法的求偿规范 民法184条 就是故意或过失 不法去侵害到对方的权利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是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没有错 但问题就来了 问题来在哪里呢 他不是个刑案 通常我们讲刑案 在车祸里面最常见 第一个是什么 要有人受伤 要有人受伤 那第二个 不然就是人受伤 对方跑掉 如果是人没受伤 车子受伤 人跑掉 警察不管 第二 如果是车子受伤 但不是故意的 过失不算 那 过意的会变成什么 故意的话 在法律上 我们称之为 他会有 毁损罪 毁损罪的问题 可是如果是过失呢 过失就没有 毁损罪的问题啊 因为毁损罪 不处罚 过失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变成很麻烦了 为什么 这位朋友 恐怕 你要求店家给你 除非店家愿意 店家可以不愿意哦 那这个事情去报警 有没有用 警察也没办法受理啊 因为今天基本上 有一种情况 警察可能会受理啦 例如说我们机车坐垫 如果有人在上面 故意用刀子划 把机车坐垫划破 那个很明显 应该就符合毁损罪 而且是故意 因为没事 谁会在坐垫上 这样划 就故意的嘛 可是机车弄倒这件事 比如说啦 我们在移车 移车的时候呢 因为机车 他的停放方式 比较容易跌倒 所以车子就整个倒了 那车子倒了以后 那个人一看 关我什么事啊 人就骑走了 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是过失 那过失你只能怎么办 请求民事赔偿 你不能请求刑事 所以第一个 可能要找到人的话 既然是民事赔偿 没有办法请警察帮忙 就只能请店家 看能不能够提供这些资料 好 提供资料之后 下一步的问题又来了 你以为看到一个人 你就能够知道他是谁吗 不一定 所以要运气好 运气好 什么叫运气好 那个人也骑机车 然后呢 我们拍到他的机车的号码 这个时候呢 怎么做 拍到机车号码之后 报警也不一定有用 因为我刚讲嘛 他不是个刑案嘛 检察可能不会受理嘛 这时候就要到法院去 然后去对这个机车 的所有权能去提告 这样才有可能 所以刚刚这位听众朋友问说 如果他态度良好 那也就算了 如果只想什么赔几百块 各位啊 你要先找到啊 这不一定找得到耶 那怎么样才能找得到他 警察不会帮忙 店家当然也不会去知道 这个人是谁 除非我们刚好就看到 这个人我认识 是我小学同学 那几率太渺茫了嘛 所以最好的方法 我会建议这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真的觉得 伤得很厉害 整个外壳都已经刮到箭底 要换壳 大概需要上万块 我不知道 那就如同我讲的 其实很多时候有诉讼成本 不要以为今天说 我今天我提告 我一定可以得到什么公道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一两千块 我们甚至自己要想一想 去提告的话 你光是请假被老板扣钱 计程车钱 交通费 这些东西划不划算 写书状划不划算 自己要想一下 可是如果算出来说 没有就是划算 那我会建议 找到他的方法 就是到法院提告 提告之后呢 因为我只知道车牌 法院会发一个通知 让这位听众朋友 去查查看说 这个大概 大概可能 这个人车主是谁 那拿着这个法院查的公文 去监理所查 监理所才会告诉你 查到之后再以他为被告 再提告 那提告之后 才会进入调解程序 才会进入诉讼程序 简单来讲是这样 那这条路很漫长 自己评估一下 就像我讲的 很多事情有诉讼成本 你觉得划得来划不来 自己要想 这个大概是给听众朋友的建议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收听 我是吕秋远 我们下周见 拜拜